好,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12月10号进行的一盘网棋 由黑方李之贤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这盘棋真的是非常的烧脑 同时也相当的精彩 我们来看实战 双方选择对角开局 然后黑棋挂角白棋反挂 分别选择坚定定式 都没有直接力二拆三 那黑棋先夹击 白棋拆一做根据地 黑棋跳出 这里黑棋补一手的话 主要是为了防止以后白棋脚上跨段 以及往右边逼住的后续手段 这里黑棋补好的话 那接下来就要开始猛攻白棋上方这一块 实战白棋也没有补 先去左边夹击 黑棋尖顶 产生一个对攻的局面 这盘棋一上来就充满了火药味 接下来白棋飞出 这个是出头的好点 黑棋贴住白棋单长 因为白棋外面出头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并不用担心 黑棋马上往二路搬搜根 黑棋搬的话 白棋可以直接联络 黑棋再搬 白棋在出头之前 先往右边碰一下 然后再拐头 这样的话白棋已经安全了 并且这一手棋还紧住了黑棋上方的气 黑棋是得补断 如果说黑棋不补的话 那比方说往右边去捞空 那上面白棋可以先挖 断的话呢不好 断的话黑棋可以直接打吃 就算被白棋穿下去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影响并不大 白棋先挖的话 黑棋如果说一路打 那白棋这个时候 反打完之后再打吃 黑棋这颗棋筋就沾不上 再沾就会被白棋挣掉 这样白棋满意 那黑棋如果说 淡沾不棋 白棋就往右边长下去 可以在这里发展模样 实战黑棋还是更加看重 外面这里的后卫 所以说贴住 黑棋不搬的话 白棋当然随时可以挤掉这一下 打消黑棋上面二路搬的权力 然后再挺投也可以 实战白棋还是单长 优先出头 黑棋飞白棋跳出 多了这几手棋的交换的话 黑棋如果说再往上搬 那白棋的策略就可以改变 刚才外面只有两颗子的情况下 白棋是连回 然后黑棋搬过 白棋还有先手借用 但是现在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因为外面的气已经长出来了 所以说上面自然就不用补棋 白棋不肯 这个时候白棋可以选择往脚上搬 黑棋打吃分段的话 那白棋先往脚上做活 外面这四颗子 出头肯定也不成问题 两边可以分别安定 黑棋要是唬上去的话呢 那白棋再连回 上面就可以起到阻度的作用 所以说这里是否往中间先交换 对于黑棋二路搬之后的这个定型 是会有所改变的 不过对于全局的影响暂时不大 始战 黑棋仍然选择保留这里的变化 往左边逼住 白棋飞出 威胁黑棋这里出头 黑棋像不飞 白棋再飞 这几手棋走的还是比较的抽象 黑棋呢 对于左边这颗白子 虎视眈眈 白棋飞出的话 也是想把黑棋两边分开 从而形成缠绕攻击 所以说 这两手棋 双方都带有进攻的目的 那接下来的话 黑棋肯定不想单纯的逃跑 黑棋先在上方做根据地 把这块棋火掉的话 也就相当于分担了 黑棋左边这块棋的压力 那只需要处理一块棋的话 黑棋就好很多 接下来白棋飞压先手 黑棋联络 白棋再往二路搬 像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 黑棋肯定就没有什么好想的 会选择虎下去 白棋打的话 黑棋沾 这样呢 黑棋上面可以作业 实在不行的话 还有一个二路打拔 这样黑棋火棋不成问题 白棋往左边 靠压出头 那双方 这两块棋就互相逃跑 黑棋完全可战 实战黑棋反击 靠段的话 就把这个局面导向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 白棋冲 黑棋断 那白棋就要考虑从哪边打吃的问题 左边打吃的话呢 是一个转换的选择 黑棋长 白棋继续打吃 然后分段 脚上这两颗子 黑棋就吃住上面 不过这样下的话 总体来说 白棋应该 还有一定的不满意 因为黑棋上面吃掉这块棋 控制实实在在的拿住了 白棋脚上呢 还有余味 黑棋搜刮的话 有一个二路点的妙手 白棋挡住 想全部吃掉的话 里面味道很差 因为黑棋二路飞 先手 白棋冲断 黑棋脚上这里还有搬 搬完之后爬 先手 挤一个先手 以后再往里面挤 这个地方白棋可能会吃不干净 那白棋如果说立下去先分段的话呢 上面这手打吃 又让白棋非常难受 做节的话 黑棋提节以后 这个节只要黑棋打赢 全部连通的话 上面白棋还欠了一个断打要 然后外面黑棋连成一片的话 白棋就彻底没有借用了 白棋如果说沾的话呢 黑棋还有这个二路爬回 所以说因为黑棋存在这个二路点的搜刮手段 白棋转换的话稍有不满 实战白棋选择拐打完之后 沾上 这样白棋又不肯弃子 又想把脚上全部补好 那这个地方就谈不拢了 AI始终劝黑棋把上面先补掉算了 打吃沾上 跟刚才一样 白棋夹进来的话呢 是最为严厉的搜根手段 不过黑棋也还好 黑棋可以连回 左上角这块棋的话 就算被白棋跨断 黑棋也不是没有办法 黑棋拆就可以完美的解决问题 这里白棋冲断的话 黑棋外面可以先扳 扳完之后打吃先手 脚上扳完之后打吃 可以先手确保这个尾巴的联络 然后再站出来 这样黑棋不仅可以突围 而且把白棋两边断开 甚至于还要形成反攻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黑棋往上唬一个 始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始战黑棋继续贯彻刚才的思路 先把左边补好 那白棋上面挺头的话 白棋右上基本上就已经火起了 现在黑棋根据地被白棋搜刮 联络有问题 白棋可以斑断 黑棋还得继续补 黑棋比较简明的下法呢 就是冲断 吃掉这颗子 这样的话白棋跳出 黑棋因为上面的眼位足够做活 黑棋就可以往左边三路透过 这样两边都可以安全运转 不过这盘棋 黑棋始终就没有打算跟白棋 这样和平定型 始战黑棋夹一个 白棋坚顶 让这三颗子联络 黑棋接下来贴住 靠住白棋的话呢 又是一个转换了 因为白棋打吃的话 黑棋现在不太好谱 上面如果说还是舍不得三颗子 打吃连回的话 那白棋外面这里就要把黑棋给打穿了 这样黑棋左边又得补 然后上面大龙又危险 黑棋如果说外面顶住 保证自身的联络的话 那白棋可以斑断 外面挖毡给黑棋制造断点 然后再提掉 这样的话 这个里面的对杀 白棋的气是要堕于黑棋上方 这三颗子的 白棋拿住时空 黑棋外面还得再补齐 发展周围的潜力 所以说 实战的话 黑棋就直接联络 白棋打吃 黑棋顶打 然后 这两条大龙互跑 白棋跳出 下一手棋 黑棋还是下的比较的稳健 这里呢 AI的建议倒是觉得 黑棋可以拖先 往左边拖过 白棋小坚 交换一手 然后在中间封锁的话 黑棋上面这里 虎一个可以作眼 马上提掉这颗白子 又是一只眼 白棋先提的话 把这只眼破掉 黑棋 二路搬完之后 再往上立 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白棋搬完之后 再点进去 可以破眼 但是白棋脚上 还要防止黑棋 二路点的杀棋手段 那白棋脚上补齐的话呢 黑棋再往上一立 就可以做活 所以说对于黑棋 这条大龙来讲的话 现在暂时不是很担心 左边可以先补好 不过实战 黑棋觉得 这样下可能不太稳 或者说 对于上方的这个死活 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 所以说黑棋往天原跳出 那左上角这块棋 现在就比较危险 会被白棋断开 实战 白棋往上方 小尖 尖顶的话呢 可能会落后手 因为黑棋可以先靠出 这样黑棋又能长气 又能坐眼 还能分断两边的白棋 白棋并一个 压过来的话 黑棋可以先扳断 脚上二路立 可以先手长气 并且扩大眼位 马上要跳进去杀棋 白棋挡住的话 以后甚至于黑棋 这个一路斑斩 都是先手 这样黑棋这里 有一路硬腿的话 那坐眼就更加方便了 黑棋下来 就可以先在外面动手 长一个 然后再长 白棋两边都需要处理的话 这里形成对杀 白棋可能凶多吉少 当然这个里面 还是有非常大的计算量 非常复杂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往外面小肩的话 就是确保两块棋的联络 黑棋仍然选择三路托 接下来柯杰也是发狠 这里白棋要是扳完之后 再打持穿下去的话 会让黑棋左上角先做活 白棋外面再补一手 联络的话 以后黑棋往这尝 先手 脚上小飞 仍然可以把这里的空给守住 所以说白棋为了不让黑棋 就这样轻而易举的做活 选择先挖 这个次序比较重要 黑棋打持 白棋反打完咒再打 彻底阻断黑棋的规路 那这个棋看上去就要打截了 接下来黑棋第一杆肯定是断打 直接开截 脚上黑棋是有本身截的 白棋要是跟着硬 那黑棋再提过来 这个截对于白棋来说同样很重 被黑棋连拔两朵花的话 那黑棋铁后又拿住木鼠 又威胁白棋外面大龙 并且黑棋左上角 刚才我们说到本身截很多 所以说这样打截的话 白棋没有把握 白棋如果说先把这个截消掉的话 那黑棋挺头 反杀左上角 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就可以往其他地方继续抢大场 比方说点三三 其实这样转换的话 白棋是可以的 因为左边连拔两朵花 这个木鼠很大 然后这里走后的话 白棋上面大龙的这个危险 也就彻底解除了 还能先手去捞扣 这样白棋可以考虑 实战黑棋是先往脚上扳 有点浪费劫财的意思 但是黑棋也是在策划更大的阴谋 黑棋不满足于这样断打 去让白棋提截 黑棋想把白棋左边这一块 整体卷进来 所以说断打在外面 白棋提截 黑棋再沾 白棋打吃完之后 沾上 黑棋直接再往这儿沾 这样白棋左边这朵花 就被黑棋给卷进来 白棋后续再往上冲断 这个里面就形成对杀 那黑棋无非也就是跳下去 或者说贴住两种收器 并且作演的方法 其实都差不多 二路跳的话呢 白棋打吃破眼 黑棋联络 白棋团住 防止黑棋挤进来 紧气 那黑棋可以先把上面这里的 这个打吃补掉 这样的话白棋最终 还是要依靠左边的这个截针 这样的话就要计算截财的数量了 实战黑棋是贴住 然后白棋虎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单沾 白棋如果说马上扑进来之后 打吃破眼收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黑棋先打 白棋沾上 黑棋再往一路搬 这样的话呢 白棋往二路断打 黑棋就提截 白棋再提上面的这个截 黑棋脚上打吃是先手 白棋站上 之后黑棋打这个截肯定是 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黑棋提的话 白棋可以提过来 这里就形成一个连环截 所以说基本上这里的截 也就不可能继续打下去了 黑棋要沾 黑棋沾这个截 白棋就沾上面的这个截 然后黑棋从一路连回 这样的话也算是安全运转的一种定型手段 黑棋大龙活棋 白棋外面 再出头的话问题也不大 实战白棋是选择先自己沾上 黑棋提截 白棋接下来仍然可以先铺完之后再打吃 不过现在这样交换的话 黑棋就有变招了 黑棋可以先不往上连回 这样虽然说是先手 但是紧住了自己的一口气 黑棋可以选择一路搬 先紧气 白棋提掉上面这两颗旗金 把大龙连回 那黑棋再往一路搬 收气 白棋提截 这样的话呢 底下的这个截暂时不存在 因为白棋提过来 还没有来得及往二路断打 白棋提上面这个截的话呢 黑棋就往右上找截财 白棋要是战截 那黑棋就吃右上 这个价值很大 白棋要是跟着硬的话 黑棋再提过来 这个地方又变成一个截针 还是要计算这个截财的数量 实战白棋先往上提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黑棋虎一个不断 然后白棋再往左边提截 黑棋右上班找截财 那白棋也是下得非常的狠 继续往二路断打 把这个截造大 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截 白棋打赢的话 左边白棋就活了 黑棋左上角就会被反杀 并且外面也会支离破碎 所以说又到了一个关键点 实战黑棋是提截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转换的可能 黑棋如果说往上方打持的话 白棋就把截削掉 黑棋再提的话 白棋就可以先把外面这一串 继续出头 这样的话仍然是一个转换的局面 黑棋飞过来 以后可以斑断白棋 这样的话呢 白棋吃住左上 黑棋吃住右上 这个也要看判断的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左边的黑棋外面 还是牵了一手棋没有补的 相当的复杂 实战黑棋还是先打这个截 提过来 那对于白棋来说 又有这个转换的可能了 白棋如果说右上断打 先补一手的话 黑棋就可以粘截了 白棋上面提掉 可以先手把大龙做活 然后左上角这里扑完之后 打持 因为这颗子是棋筋 黑棋不想打截的话 那只有粘 粘完之后 白棋提掉 可以再把这两颗棋筋给吃通 外面大龙彻底活起 黑棋往一路搬 把白棋吃掉 这样的话呢 其实对于白棋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虽然说左边这里 被黑棋反杀比较损 但是呢 白棋上面两条大龙 分别活棋 接下来白棋就可以猛攻 黑棋上面这块大龙了 这样的话 后续的这个战斗的主动权 就掌握在白棋手上 实战柯杰觉得 这样下呢 可能目数损失比较大 所以说继续 往外面贴出 把黑棋的棋筋分段 黑棋搬 白棋跳出 然后黑棋站上 白棋再提结 这个结还要继续打 黑棋往一路立 这个是黑棋的本身结 然后白棋先往脚上打吃 这里啊 真的是看得非常的头疼 黑棋要是不嫌麻烦的话 可以继续新开个结 从这儿去打吃 白棋提结的话 黑棋仍然是找右上角 这里的结材 黑棋打吃的话 又可以破眼 又可以把白棋分段 白棋外面斑 把黑棋这块棋卷进来的话 那黑棋再提脚上的这个结 白棋左上双打吃 黑棋沾 白棋提结 这样的话呢 黑棋接下来的这个结材 还是要从外面开始找 因为如果说找其他地方的话 白棋这个结一旦打赢 那黑棋外面全得死 那左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白棋的空了 这个损失太大 所以说黑棋要从外面开始 找结材断打 白棋提掉 杀掉左上角的话 黑棋就把外面这里继续冲出来 这样仍然是一个转换 黑棋左下这里通过结针获利 右上呢 也把白棋打得支离破碎 这样黑棋也可以满意 实战黑棋是没有新开这个结了 继续提刚才的这个结阵 白棋仍然是左上角双打吃 然后黑棋并没有理 往右上站上 白棋也是把左边先搁置在这里 往二路搬 想做活 从这个眼位的角度来说的话 黑棋先点进去 然后再虎肯定是要更加容易破眼的 不过白棋倒也还好 因为二路夹之后 白棋可以靠出 再跟外面连回 这样白棋虽然说眼被破掉了 但是出头不成问题 所以说想直接杀白棋 右上这整块棋是有难度的 实战黑棋虎下去 然后白棋不断 作业 黑棋打吃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就没有必要走得这么复杂了 可以下的更为大局一些 就是飞在外面 先把白棋的这个尾巴割断 白棋脚上打吃完之后 做活 那黑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再往左下补齐 这样的话呢 黑棋至少确保这里的安全 然后白棋 外面这四颗子 如果说不走的话 被黑棋大吃 损失还是有些多的 白棋如果说碰一个 那黑棋如果说外搬 就是吃掉外面这四颗子 不过白棋长一个 可以在边上违控 黑棋要是往边上搬的话 那这样的话 黑棋获得边控 白棋可以接应外面这四颗子 总之怎么下 双方都这个 有满意的结果 那实战呢 黑棋还是想赶尽杀绝 打吃破眼 这个时候又考验白棋了 因为右上现在也不活 然后左边这个地方 黑棋不补的话 确实也有问题 白棋如果说补右上的话呢 还是这手靠出 黑棋长一个 白棋作也 黑棋体调 不让白棋活 白棋就往外面逃跑 这样的话 白棋这里安定 黑棋抢到先手 又可以在左下角补齐了 那这个棋仍然是 白棋先处理大龙 然后左上角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说 然后之后再有定论 实战柯杰是先往左边飞 还是纠缠黑棋这一块 黑棋选择靠出 那这个地方 右上白棋不补的话 黑棋先提掉怎么说呢 先提掉的话 那白棋最多就一只眼 白棋靠出的话 黑棋可以跳一个 这里黑棋还是有杀棋的手段 白棋并一个连回 黑棋可以往这儿 再并一手 这样马上有这个 靠住的问题 白棋顶住 黑棋还可以坚顶 这里白棋也挺难补的 沾上的话 黑棋这个冲完之后 打吃很明显白棋要死掉 这样不行 双一个的话 黑棋可以先连回 防止白棋作业 并且保证自身的联络 白棋大龙跳出的话 虽然说这个挖断不成立 因为白棋可以断打吃通 但是呢 黑棋以后如果说 没有价值更大的地方 上面这里还有一个挤断 可以把这个尾巴给吃掉 所以说黑棋也可以考虑 先猛攻又上白棋大龙 实战黑棋还是跟着硬 处理左边 靠出 那白棋又没有去继续靠回 这样联络 选择开截 那科截的思路呢 就是利用右上角的这个截针 去处理左边的问题 这个棋下的真的是越来越头疼了 然后白棋搬出 这个地方啊 AI的一选是白棋冲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冲断的变化 虽然说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们慢慢的去拆解的话 也能够理解 白棋冲的话 黑棋反冲一手 这个地方白棋要注意 不要去跑出两颗子 因为这里跑不动 被黑棋断打完之后 左边断打 再打吃先手的话 外面刚好可以把白棋给针掉 虽说白棋跑这两颗子不成立 但是呢 白棋可以再提右上角的这个截针 左边可以说是白棋的一个截裁库 那黑棋这个截打不过的话 就补左边 补左边白棋就把右上给提掉 活棋 黑棋再断开 外面这四颗子 这样的话 等于说黑棋左边已经获利很多了 然后还可以进攻白棋外面这一块 所以说仗下的话 黑棋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白棋呢 也算是甩掉了一个Buff 至少右上角现在已经活干净了 接下来外面仍然可以继续出头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是选择搬出 然后黑棋还是沾 这个地方双方都不肯放弃 黑棋如果说这个时候提右上角 这颗子的话 那白棋不活 但是左边这个地方 白棋冲过来 黑棋就要被断开 但是为什么AI会推荐黑棋这样下呢 就是 第一点 黑棋往中间这里 飞照的话 那白棋 整块棋都不活 白棋先并一个 然后补棋的话 黑棋 这个地方还没有死透 黑棋可以断完之后 往二路断打 然后提掉这样的壳子 这样的话 这里有一只铁眼 外面这壳子贴住的话 要把白棋边上给分断 白棋跳加补一手的话 左上角还有棋 就是黑棋沾上这颗棋筋之后 白棋边上这一串只有三口气 白棋虽然说可以在外面紧气 快一气 把黑棋这个棋筋给杀掉 自己连回 但是黑棋又有棋下了 就是左上角 黑棋可以马上撑这个结 这个结 反正只要白棋打不过 连回的话 黑棋是可以抽空 从一路打吃 这样连回的 这样左边整块棋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打结活 然后黑棋也有结材 就是白棋提结的话 黑棋可以再去右边这里违控 黑棋下来就可以去大吃白棋了 那下来可能会形成一个超级转换 白棋杀掉左边整条大龙 黑棋把右上 差不多四分之一个棋盘全部的空拿住 这个也要判断 那实战黑棋还是跟着硬 沾上 那白棋又去提右上这个结阵 黑棋这个立法 始终没有走出这个外面封锁的这个办法 其实黑棋这样下的话是比较简明的 就放白棋脚上活 然后黑棋再把左边外面这几颗棋筋拐出来的话 黑棋又可以这个对白棋左边造成威胁 外面白棋不活 然后白棋中间这四颗子同样也不活 那接下来黑棋的这个战斗就会变得非常的主动 所以说黑棋不必执着于去杀右上角 外面分段是黑棋现在最佳的一个下法 实战黑棋还是想杀棋 这个杀心太重了 站上 然后左边这几颗棋筋被白棋给吃住 那黑棋已经先损了 黑棋损掉之后呢 那右上总得有一个说法 其实这个立法 黑棋现在跳还来得及 现在跳的话呢 白棋坐眼就等于说右上这个尾巴就变成一个打结活 白棋外面虽然说有一些这个本身结可以再提 但是黑棋同样也可以找到结材 像左边这个地方的断打 黑棋再提 白棋冲 然后再提结的话 黑棋仍然有这个翻打之类的这个结材 所以说黑棋左边的结材是非常多的 右上的这个结 大概率最终还是会被黑棋给提掉 这样的话还是一个转换 所以说AI也是苦苦相劝 黑棋就不要再继续走这些高端操作了 直接把白棋封锁 然后打结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也比较有利 实战黑棋非要去破眼杀棋 连这个打结活的机会都不给白棋 那白棋果断是忍不了 靠出 黑棋挖断的话呢 脚上会被白棋直接给打穿 那黑棋可能还是要再拼这个结阵 但这样的话 黑棋右上脚又被白棋给卷进来 所以说黑棋先没有挖 先虎一个 这个地方白棋还是会有一些忌惮这个挖断 虽然说刚才我们讲了 黑棋挖完之后有个结 但是毕竟有个结的存在 所以说白棋实战是先虎去不断 其实这个棋啊 白棋完全可以单长 单长的话呢 黑棋压过来之后 白棋再虎也不迟 黑棋挡住 脸落脚上 那白棋顶住 这样的话 虽然说黑棋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抢手 这里靠完之后 白棋长 黑棋贴住 再长的话呢 有挖断 顶住的话呢 黑棋有扳断 但是白棋继续往外突围的话 也是有可能的 并且马上把黑棋断掉 这个地方黑棋也不太好补 非要把白棋闷进来的话呢 那上面还有棋 这个地方白棋可以继续打吃穿出来 所以说白棋这个地方压根不用担心 实战白棋先虎的话呢 这个棋又出现不一样的下法了 黑棋就不是往脚上挡住了 是先打吃 把白棋外面断开 然后白棋穿下去 分断黑棋 这个地方 黑棋实战是选择先提结 我们来看先立的话会怎么样 先立的话脚上的眼位肯定是更好的 白棋打吃的话 黑棋还是拼这个结 这样白棋拐打 有一些本身结提过来 黑棋左上可以先扑 从这里找结材再提 白棋扑完之后再提的话 这个结反正还要继续打 反正这个结也看不清 因为白棋不管怎么说 像以后外面这种飞啊 想要出头也是结材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难判断清楚 实战黑棋先提的话呢 被白棋搬进去眼位变差 黑棋接下来再提 然后白棋二度大飞 白棋的意思呢 就是上面这个尾巴 反正随时被黑棋断开 目数也还好 白棋边上只要能活出来一半 白棋觉得就满意了 实战黑棋靠住又想整体杀 那白棋尝进去 那黑棋先把尾巴给断掉 断掉尾巴的话 是确保脚上这个地方 可以随时吃通连回 白棋接下来是先打吃 这个地方白棋走的也是非常的复杂 反正这个双方都挑这个最让对方头疼 同时也让自己更为头疼的这个下巴再走 白棋其实想进火的话 先顶住就不错 先顶住的话 确保自己的联络 再沾 黑棋就算上面这个子先连回的话 白棋打吃 这个里面的眼位也足够白棋活了 实战白棋可能是不想让黑棋挡住 这里交换到 把这个缺口全部补牢 然后从而以后黑棋可以往底下挂脚去违控 所以说白棋就先保留 直接往上打 黑棋提 那我们来看看黑棋有没有这个局部杀招 比方说先点下去 破眼的话 白棋拐打黑棋提 白棋再提 那黑棋可以顶 这里呢 是黑棋局部最佳的一个下法 而且效果更好 因为白棋上面沾上 黑棋脚上挡住 白棋底下打持的话 黑棋沾 这样的话呢 白棋扳 反正黑棋紧气也是个结 白棋团住先长右边的这个气的话 那之后以后黑棋立下去 白棋收气 黑棋在上面收白棋这个尾巴的气 里面还是个结 这个结 就直接关系到白棋两边 这个棋的死活 这样的话 黑棋像左上 刚才我们摆的这个黑棋栈之类的地方 还有很多结材 所以说左边既然结材很多的话呢 黑棋还是应该选择跟白棋去拼右上的这个非常关键的结阵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机会 不过实战黑棋没有把握住 选择的是提 提到的话白棋提 黑棋这个时候突然又求稳了 把上面这个子吃通 这样的话黑棋脚上活棋 但是被白棋并回来的话 那白棋也就活了 这个转换可以说黑棋是非常亏的 因为首先我们考虑到整个上面这半盘的战斗 黑棋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 就是左上角被白棋现在全部杀掉 右上的话 黑棋现在只是吃掉白棋的一个尾巴 让白棋右边直接活棋 并且以后白棋还保留这个搬出的权利 也就直接影响到黑棋外面这个唯控的效率 因为黑棋补一手的话呢 白棋以后中间还可以逃跑 这个地方黑棋是没有潜力的 所以说在左上角黑棋 下出了一连串非常凶狠的招法 但是在右上 黑棋突然又求稳了 这个地方黑棋不应该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局势 慢慢变得比较的明朗 现在是白棋优势 接下来黑棋在左下小间去唯控 然后白棋手脚 其实这个地方白棋手脚是有问题的 应该早一点在左边去补 实战手脚的话呢 黑棋 左边还是有手段的 就是这里断打完之后不是长 长的话 那白棋跑 这个黑棋左边还得继续补 不然的话会被白棋给搬进来 那黑棋有这个翻打的手段 翻打的话白棋不能粘 粘的话黑棋粘上 就直接把这个白棋的棋筋给针死了 所以说白棋只有提 提的话黑棋断打 白棋也不能粘 粘的话打持一棋门 白棋只有反打去拼这个节 那这个节开出来的话 黑棋外面的棋筋就有机会连回了 然后直接就关系到左上角以后的这个棋 因为这里黑棋一旦能把这个棋筋联络的话 以后黑棋左上角粘 这样的话白棋很有可能还要被黑棋给反杀 然后白棋可能还要拼这里的这个节 先提掉之后长气 然后再往一路搬连回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完全是可以这样去想办法出棋的 不过实战黑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 这个之前的战斗 消耗的这个脑力过大 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犯晕了 居然就去捞空了 挂脚 然后柯杰赶快亡羊补牢 把这个左边的这个问题给补料 这样的话黑棋现在这里就死透了 而且右边的这个空刚才我们说到 因为存在这个搬出的问题 所以说黑棋根本就围不大 实战白棋又搬出 黑棋再点脚捞空 白棋冲断 那接下来这个其实黑棋不管怎么掏脚都无所谓了 先贴住在搬毡的话也差不多 这样掏脚的话反而会把这个黑棋边上这几颗子碰上 实战黑棋是直接往路搬 白棋拐住 然后把围空的方向转向下方 那之后黑棋还是往左边去补雷手 这个地方不补不行 因为黑棋拆边的话白棋还有搬出的这个手段 断的话呢打吃穿下来了 脚上又被碰伤 拐出来的话呢白棋顶 这个往三路搬仍然要作业 因为这个地方以后白棋搬进来 像这种利先手 然后偿回来先手 上面还有个结 黑棋不想打结的话 沾了白棋虎一个作火 外面还可以先冲 那这个也是可以冲得到 所以说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要立下去破眼 白棋跳出 这样的话白棋又把这个黑棋的边控给掏掉 所以说不补的话 这块控不是黑棋的 实战黑棋打吃 防止以后白棋往路长 然后去作业 那白棋先点脚 这个是一个好次序 以后还有搜刮 黑棋挡出 白棋往底下拆 接下来的话 黑棋是底下碰一个 其实左上角的话 黑棋还是可以考虑一路搬的 一路搬白棋提掉 然后黑棋可以这样度过 这样黑棋可以后手把这个 这几颗子给拽回来 实战 黑棋并没有去连回 而是先往底下碰 那黑棋还是想发展 中间这一带的这个潜力 大吃白棋上方这四颗子 不过白棋已经不难处理了 白棋长一个 黑棋如果说就这样搬下来 连搬 粘上 然后利用白棋这里的断点去点刺 违控的话 那左边这个地方要被白棋 给直接打通掉了 白棋穿进来的话 黑棋就算这样跟着吃 这样吃的并不大 底下的这个努力全部白废掉了 因为白棋以后像这种冲 黑棋是有各种毛病的 那实战的话 黑棋是直接围 直接围白棋就大废出来 这样的话 黑棋也围不了多少 或者说小飞也行 小飞的话黑棋冲白棋就不用挡住 挡住的话黑棋还可以断 白棋就这样轻飘飘的走几手 比如说飞 飞完之后右边拆一个 黑棋点刺 就让黑棋这样吃 这样吃的也比较小 白棋左下还有掏空的手段 那这个地方 二路拖是一个好奇 搬的话白棋敞进去 黑棋还不敢在里面破眼 破眼的话外面有断 外面不断 白棋脚上虎一个火棋 黑棋要是搬进来的话 那白棋连回来 黑棋贴住 补棋的话 白棋先手掏空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还有同搜刮 实战的话 白棋选择的大飞 效果也差不多 走到这儿的时候 黑棋就认输了 继续走下去 这个黑棋至少 贴幕肯定是贴不出来 那这盘棋 真的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 从开头一直杀到结尾 这个战斗就没有停止过 黑棋虽然说前半段下的也是非常的狠 给白棋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但是呢 黑棋的败招最终就出在右上角 有好几次机会 黑棋可以选择在外面封锁白棋 让白棋右上角活棋 然后黑棋把左边这几个棋筋给拽出来 然后再吃白棋中间 但是黑棋执着于杀白棋右上角 这个地方就是问题的所在 最终被白棋不仅是活掉 黑棋吃掉一个尾巴 这个控制的并不大 右边给白棋留出来一个这个斑断的权利 可以掏空 那黑棋后续 可以说就是一蹦到底了 好 那这盘棋就给企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企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